主厨特餐 LED灯等等的一些发光 手表的运转 搞不好都可以提供这些发电 而且它还登上了这个国际的顶尖 期刊尖端科学上面 今天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 这个特殊的奈米防水发电布料 在我们现场为大家连线的是 新大材料系的助理教授 赖银智老师 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跟老师要先说恭喜 我们这次的这个研究成果 能够登上国际的这个顶尖的期刊 尖端科学 很不容易对不对 对对不容易谢谢 老师我们这次开发的团队 大概有哪一些成员 多少人还有当初为什么会有 来开发出这种奈米防水发电布料的构想 团队的成员大概就是 主要就是我的学生 夏勇琪同学 吴姓梅同学和我 那我们也跟一个这个 美国的这个王周宁老师合作 台湾在发展这个绿能绿色能源 大家都用太阳能 但是在下雨的时候太阳能就没办法用 所以就在想说那能不能 开发一种东西可以截取下雨的这种能量 那除此之外像前阵子这个选举 所以到处都有这个旗子 或者是现在广告 很多便利商店前面也都有这种旗子 那这旗子会随风当挥舞嘛 那能不能也把这个旗子呢 拿来做这个可以截取风能发电的一个东西 那除此之外我们穿在身体身上的运动 就运动人每天都会有各种动作嘛 那如果能把这些动作也变成电力 来驱动我们的这些小型的电子元件 那就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这个研究的一个源头 我觉得有点像是在看电影 科幻电影一样 下雨滴滴答答 然后把这个能量看能不能蓄积起来来发电 或者是我们外面那个旗海飘飘飘飘飘的时候 不是白飘的 也可以把能量蓄积起来 甚至一些动作 这个想法其实很天马行空要落实 不容易吧 比如说它是不同的一些动作或来源 原理是什么啊 静电吗 它的原理就像是我们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被静电给电到 就是来自于我们身体的衣服的摩擦 但是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常常都认为这件事情 是一件很恼人的事情 因为我们常被电到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既然身上有电 这个布料的摩擦会产生静电 那这些静电能不能把它拿出来用 所以就是借由这个构想 我们就在研究说 怎么把这个布料间的摩擦 产生静电把它截取出来 变成有用的电力 那是什么布料里面有装电池或蓄电池 不是不是 那就是各种布料之间它摩擦 摩擦起电 摩擦起电之后呢 我们就是借由一些静电感应的原理 然后跟一些材料的开发 然后把它做在衣服上面 然后借由这个摩擦起电的这个静电 原本它是不能用的 那我们把它截取出来 然后截取出来电力呢 你可以马上来做使用 来驱动发光二极体LED 那这个就会让你的这个灯泡 闪闪发亮 那就可以来做警示使用 或者说你也可以把它存起来 像您刚刚说的把它存在这个 蓄电池里面或者是这个电容里面 那等到你需要用的时候呢 再把它拿出来 比如说你要充手机 或者是充手表 拿出来再充电这样子就可以了 老师现在所说的这个内容 我们听起来可能会有点抽象 如果大家现在上我们中广新网的 YouTube频道上面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照片的画面呢 其实就是老师提供给我们这个 奈米防水发电布料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还有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看看这些影片 大概您就知道了 老师它会应用在哪里 是我们一般人穿的衣料上面 还是什么雨衣啊 一些特殊的一些服装呢 它的应用很广 因为来自于它是这个布料的基础嘛 所以我们可以一来呢 可以做成这个雨衣啊 雨伞啊 遮雨棚啊 来截取下雨的能量 那因为这个下雨天视线不良 那你可以把它做在雨伞上面 那下雨的时候 它截取的电力呢 就可以来驱动这个发光二极体 那就可以让你的这个雨伞呢 有这个亮灯 那后面啊 这个开车的人看到就会有这个 有警示的用途 那后面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旗子 来截取这个风力的这个电能 那传统的这种发电机呢 那这风力发电都一直都很大只 然后价格都很昂贵 就是好几百万 那我们做用布料做这个风力发电机呢 它只需要50块钱不到 就可以做成一个发电的旗子 那它也可以做在这个 这个每一个人家里呢 屋顶都可以做 那但是传统发电机 它就是很大只嘛 不太可能坐在这个市区 它一定坐在海边 或者是没有人的地方 但是我们用旗子 用这个布料做的这个发电机 就可以坐在我们市区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而且又很便宜 真的不贵 50块钱一只旗子 还可以接受 我突然想到 因为其实也很快又要选举了 这候选人的旗子 如果能够 用这样的特殊的材料的话 那白天在飘飘的时候 它其实就在续电了 晚上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储存起来 发电 它的旗子就会特别发光 可能宣传效果会很好 是的 事到候选人可以赶快考虑一下 那我如果说穿了这样子的 这个材料的衣服或什么的 我想增加它发电量 我是不是要特别过动一下 手的这些动作要更多 才能够增加它的发电量吗 除了可以做成车雨棚 旗子 雨伞等等 还有一个很大的用途 就是我们穿在身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子产品 越来越走向这个轻薄端小 那穿戴式的应用 但是电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电池 这种传统的电池 离电池这种阴阴邦邦的 那我们常常要换电池 像我们的手机 常常一整天用下来 可能下午就没电了 那你就要去找充电器 或者是你需要带一个水深电源 那个水深电源又很大一支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我们身上 你一整天一定会有很多的动作 把这些动作变成电力 来帮你手机随时充电 自给自足 那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愿望 也就是说以后都不用带充电电池 不用带随充了 你自己穿了这样的布料 那你就是要多运动 还可以跟那个什么寄步器啊 或者运动功能的行动装置做结合 到时候你就动多少 你就可以产生多少电 帮你自己手机充电 以后就不用到处去找 要这个充电的地方了 哇这样子发展下去 感觉上很多很多的一个运用 也帮我们勾勒一下 这个材料它接下来会怎么样 下一步有申请专利吗 或者是说更进一步的技术移转 或进入量产吗 有的它现在有申请专利 那我们希望就是未来可以产业化 然后来做实际的应用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开发 让它真的未来可以直接 把我们的手机充电 那尤其我刚刚还想到一个 很有趣的应用 就是现在小朋友 小朋友的这个鞋子 有一些你可以在路上 看到小朋友的鞋子 在踩的时候会发光 哇那个很酷炫那种鞋子 但是他都要换电池 他现在是用电池驱动 那小朋友在走路的时候呢 你就会担心说 他把电池给弄坏了 或者是电池这个 它有电解液外漏 那那个里面都有了一些腐蚀液 可能会让小朋友受伤 那纵使这些都没发生 它电池还是会没电 但是用上我们的布料之后呢 你就不需要帮小朋友换电池 他自己踩的时候呢 他自然就是驱动这个LED发光 那他就有一个新的应用 未来可以真的把它产业化 然后来做使用这样 而且很有趣 你说小孩子的鞋子 小朋友希望那鞋子 能够闪亮亮的发电 自己可以多跑跑 多运动运动 反正小朋友也很好动 老师你说他的那个静电啊 等等的 他储存在我们的装置上面 或者我们可能的鞋子啦 衣料上头 我会自己被触电吗 不会 因为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说我们平常 冬天会有这个触电的感觉 就来自于我们这个静电 没有把它给带走 能量没有把它给消耗掉 所以如果我们用上我们的这个材料之后呢 你反而比较不会产生静电 因为你把这些能量给带走 那这个布料碰到水不用担心 可以去洗 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防水的 所以当然可以洗 但是在洗的过程中 因为它是防水的嘛 我们测试过 它是在洗的过程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毕竟它防水嘛 所以我们一般的防水衣其实我们也不太会去洗它 可能脏掉我们就是用布料去擦拭 把那些脏的地方擦掉就可以了 是 所以它其实如果说不是让你便于就是要勤洗的话 可能就是不是贴身的衣物了 可能就是一个外面的防风外套之类的 雨衣啊 不是这么频繁的去洗它 因为它上面有涂料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布料是多层结构 所以它的这些涂料 其实是在这个多层结构里面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涂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的衣物上面也都有这些涂料 那我们的涂料是在夹层里面 所以你要把它破坏掉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好 我很希望我们的那个产品以后的开发 能够集电量越来越好 真的搞不好可以自己自己发电 可以产生很多的电能在应用上面 这说不定是一个对我们这个地球环保绿色能源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其实老师我以前都常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那高速公路上的车子啊 跑来跑去的那么快 如果我们的轮子跟那个路面可以摩擦 然后或者是产生电的话 那我们不是会这个塞车啊 或很多车子跑来跑去 就会增加很多的电能 这个有可能会实现吗 我想您是专家 这个是有可能实现 这是非常好的这个idea 那其实也有国外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这个轮胎 那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这个轮胎在路上走 它自然就会发电 那现在有这个电动机嘛 电动车啦 电动摩托车啦 那这些微小的电力呢 可以帮这些车子啊 来做一些省电的功能 那也可以帮它做一些感测的功能 比如说轮胎的胎压啦 或者是这个速度有多少啦 或者是这个轮胎是不是应该要换的啦 那它都可以利用它本身会发电的 这个方式来做一些感测 实在如果你要搜集到足够 能够发动这个电动车的电力 那需要很大的一个能量的转换 对这个可能是比较长远 比较久远的一个目标 不过对这个小型的电子元件来讲 它是很重要的 那尤其现在这个物联网 所谓的物联网就是这个 很多感测元件 其实它是放在很偏远的地方 它不是放在这个 你随身可以换电池的地方 那这些物联网 你要去换它的电池 其实就很麻烦 那利用我们可以截取风啊 雨啊 这些能量 搭配这些太阳能等等的 它就可以自给自足 你就不需要去帮它换电池 它就可以在那边做它 比如说感测 一些感测环境的一些因素啦 比如说有没有空气污染啊 或者是有没有地震啊等等的 来做这些用感测应用 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待会会上传到 中广新闻网的YouTube频道上面 还有庆林的粉丝页 脸书搜寻中广新闻主播 张庆林 我的粉丝专页上面 您可以回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奈米防水发电布料 在我们现场的是 新大材料系助理教授 赖银智老师 谢谢赖老师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你 咱们 谢谢 今天